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下面有观众给了我们很好的提示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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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杨姨委屈一点自己个子太高了也是 我在当中必须是就是非常的平衡和中立的 你的内心要出来啊 内 我的内心是不拒绝的 好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拒绝啊 对 下一组就来劲了 下一组照片名叫婚纱 婚纱 这个怎么结婚吧 不知道啊 根据你的内心啊 Follow your heart 在一组婚纱里面 背对着大家的那个人永远是最强劲的 这一瞬间我们也知道了徐来心目中内心深处 哪个更重要 好 各位媒体的朋友 拍照时间 这一章就到此结束 接下来我们将更加深刻的把徐来的内心勾勒出来 下一组照片 那就是一个非常老套 但是永恒有效的主题 叫做红玫瑰与白玫瑰 谁是嘴边的那一粒饭猪 我 你们两国领导人见面啊 还这边抱一下那边抱一下 不 方便观众拍照 对对对对 哎呀真是好好好 我们可以离开这个相框了 我们心中有观众知道了 从画中走出来啊 麻烦我们的道具老师赶快离开模特 上来把我们的画框拿下去啊 最后一张照片 刚才看的我真的是心酸 因为赵薇在抱着你的时候 她脸是冲我这边的 她完全看不到 她完全看不到身后发生了什么 她脸上是灿烂阳光的笑容 难道是一出悲剧吗 你刚才笑得越开心 这一出悲剧就越戳人的心腹 有一种戏叫悲喜巨折 是这样的 那么 那么